涵盖五大项目的磁敏散倡议 在全新一年扩大阵容 是的 最新项目叫做 磁敏私人企业扇行 也就是私人企业会推出特价的商品 让公司的员工和社区民众购买 优惠方式可以是现金回馈或折扣 完全没有动用政府的一分钱 磁敏散倡议增添新力军 这次受惠的群体 是私人领域的员工和在地社群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南都阿米詹 今天出席部门新年限辞活动后透露 这项叫做磁敏私产扇行的项目 是由私人界自发提出 目的是要帮助社区和他们属下的员工 部长强调这个新项目 全由业者自行承担费用 只是在磁敏散倡议明目下推行 没有涉及公款 它变成很多奖励 其他比例是 对职员工业的导致 码议明目下来 如果使用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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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会获得连购 连购 连购 而此刻我们常用 目前在慈敏散创意下 共有五个项目 分别是促销菜单菜篮 咖啡店和配套 涵盖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部长透露政府今年会加强推行 慈敏散创意减轻人民负担 尤其是改善最受欢迎的慈敏大促销 除了会增加更多的生鲜食品 并在不同家节举行促销 也会在内贸部官网 刊登活动的举办地点和日期 更会把宣传期拉长到一个月 好让更多人民知晓 为了避免慈敏散活动走偏 官员实地监督是关键 因此部长呼吁公共服务局 尽可能的填补内贸部执法官员的空缺 我们知道我们有新闻联络 在这个组织 我们并不是要求新闻 但我们希望 或監督物價